Hello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其實我們很少這麼正經的呢 坐在這裡跟大家聊天 大家好 我是Jeff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這一次呢 只有我一個人主持 我們邀請到這位非常漂亮的空姐 據說她身材非常好 五官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深邃 不得了 她曾經是她前公司裡面最性感空姐 但是呢 身高就是讓人有一點突兀 但實際只有158公分的這位前空姐 歡迎我們今天的受訪嘉賓 歡迎 Miss Intira 恭喜 我們不有一六位可158 嘉賓不給你 就沒有禮貌就這麼好慘 各位前空姐 你們離職大概多少年了 一年多兩年 我們對於航空業呢 總是有很多的一個遐想 包括幻想 所以你每次抓飛機 你要不要遐想 所以我直接把你擁入懷中了 我想問你啊 因為空姐這個主題 終於可以做了為了你們的 想要整年了 你們很囉嗦 看到她啦 做給你們啦 這樣我想要知道呢 面試情況是怎麼樣的 其實整個 製作是有6個回合 在interview的那一天呢 你會有3個回合 第一天過了 他就會給你另外一個日期 是去manage 哦 這樣就是會有兩次的面試 對 我被錄取的那個時候是 在1000XXX裡面的 其中2個馬來西亞人被錄取 你確定最後的時候是有1000人嗎 我們簽合約的時候 是那個年還是跟我講的 那很厲害哦 比兩個馬來西亞人 你這樣子的面試的過程當中 空少跟空姐 最低的身高要求是多少 我女生的話是 158cm 最矮 我男生的話是165cm 那你剛剛好囉 我160 多了2公分 這個XXX選空姐 她有怎樣的一個標準 她注重漂亮的話 我覺得不一定 可是她很注重每一個人的笑容 笑容對妳前公司來講是最重要的 當然談吐英文這些必須要非常好 我們馬來西亞人去XXX interview的話啦 我自己本身那時候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 然後我已經去過他的interview兩次了 第一次是我跑掉 我的前面周圍都是XXX 那時候我就聽到其實有一些人就在講 哎呀 馬來西亞人不用來interview啦 反正都是只錄取我們XXXX 其實我聽了 我有一點被打擊到 當時我就拿了方形就走 所以妳是一個很沒有自信的人 對 那時候我覺得 很糟糕的一個人 很差勁的一個人 就是 哦 我有跟我自己講 就是這麼妳要去管別人講什麼 反正interview的是妳自己嘛 第二輪我在回去的時候 我也直接被無視掉 我的這邊坐住一個XXX 我的自己坐住一個XXXX 這一個女生她就問我 欸妳好 我們有自我介紹 欸妳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馬來西亞人 結果他們兩個直接這樣對話 個人經歷啦 那不代表每個人都是這樣 抱一下抱一下 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紋身可以當空間嗎 這個航空的話 只要是可以遮掉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 所以沒有關係 因為制服遮掉 在面試妳可以快速講一下 這幾個Round裡面大概做什麼 第一個Round是自我介紹的 問問題 第二個Round也是自我介紹 然後她問妳一道問題 妳要回答她 然後第三個Round是Debate Round 就是妳要跟大家辯論 如果這三個Round妳都過了咧 妳就會去到Management Round 先對Management了 然後妳又會去 試他們的衣服 鞋子 頭髮要砸錢那些 然後走給他們看 然後笑容要給他們看 後來就到Medical Round 一切ok的話 六個Round妳plus完 那妳就錄取了 正式被錄取之後 妳下一個是去到哪裡 會有四個月的Training 四個月是在做什麼呢 做老闆大腿 屁啦 其實很多人會誤解 空姐其實只是在飛機上面 封咖啡 這觀點是錯的 真正呢 空服人員呢 在飛機上呢 是需要做很多Safety Check啊 像我們會需要把人工呼吸啦 你要知道什麼Medication是for什麼啊 當飛機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空姐是第一個需要知道情況的 而且空姐有另外一個的指責 就是第一線的安全人員 所有人都不可能有空姐有經驗啊 就像可能一些喝醉酒的乘客啊 這樣子 妳要知道怎麼處理對不對 這些都要知道 這個Training其實是包括妳的談吐啊 全部東西啦 但是我覺得普遍上 很多人會把空姐定義為一個服務人員 它就像是Waiter Waiters的概念 原因就是因為他看不到妳們做的東西 因為他只覺得妳 我上到飛機 我就看到妳在Service 所以他就會變成這個東西 這其實他們有另外一面是我們看不到 其實是很嚴厲 你看到任何人都必須講Good Morning 不認識這個人 妳也要講Good Morning 然後一句滑文都不可以講 妳可以告訴我在那個受訓的過程當中 最痛苦的經歷是什麼 在這一個課程的時候 剛好我們拿到就是整個學院追訓的老師 他們就給我講 欸Intira妳就代表我們搬去跟這個老師打個招呼 他們就有給我講 這個老師喜歡喝什麼 那妳就可能買過去跟她說一個Hello 明天我們會上妳的課之類的 我就真的是照著做 跟那個老師講 欸我是Intira啊 我是什麼Batch的 明天我們會開始正式上妳的課 我會給她在整個office裡面亂吊 她直接看著我 妳買了什麼 咖啡啊 妳知道我喜歡喝咖啡嗎 這樣我喜歡什麼顏色 我喜歡去哪裡 妳懂嗎 當下就直接為難 我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 整個office都在看著我 然後我就是靜靜嘛 我完全什麼都不敢講 記得妳前給我提過就是 在這整個的一個訓練呢 就有一點像 軍營式的訓練 她在那個時候就要開始去把妳的尊嚴 踩在屌下 妳很可能在飛機上面遇到任何情況 很多人想像空姐空少月 而且很多女生覺得哇 可以免費旅行 可以環遊世界 可以吊個金龜 可以做個小山 我那時候訓練 5點就要起床 7點就要到學校 我每天都是3、4點才睡覺 基本上每一天都有考試 我那時候在KL當電視主持實習的時候 妳就在考試 我們就這樣隔空聊 我每天都看她一直在讀 不懂讀什麼鬼 是比想像中還要複雜一萬倍的 我們現在在聊的 她是前幾名的航空公司 才會這麼複雜 因為真正只有結公司是兩個星期 妳就上去做公司 可能 終於挨過了 這個可怕的魔鬼四個月 請問妳實習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所謂很陰險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印象當中 空姐就是那種很陰森啊 然後勾心鬥角的那種 political的 其實都會有 然後那時候我還是實習嘛 空服員其實可以坐去Cockpit 飛機師就有講 哦 等一下妳就叫Intira來前面坐咯 結果我那個頭就講 不可以 然後她就很堅持的不給我 其實是可以給新的人去體驗的 最後妳有去到嗎 有 因為飛機師打電話來 直接跟她講 請妳把她直接 馬上叫來前面 就是還有刻意阻止妳 不去讓妳做一個傳統新人 可以體驗的事情 有試過新加坡 飛到俄羅斯 在飛美國的這個flat的時候 我有遇過一個 我的上司 真心的覺得 妳真的是 頭腦有一點問題 我整個flat都給她罵 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 覺得最離譜 我們需要把食物 在弄少的東西嘛 它是很燙的東西 嗯 我們是有戴手套的嘛 我沒有手套 她就這樣 叫妳就這樣拿 所以就是 她刻意刁難妳 明明可以給妳用手套 可是她叫妳直接徒手 去拿一個剛剛熱好的 而且飛機攤下面的是一個 seat紙做的 手就不能直接碰 我也沒有出生 我就靜靜 因為那時候我也真的還行 甚至是還有一個媽媽的孩子哦 從她的seat 她跑去最後面的廁所 然後怪後媽媽 也讓她的孩子不見了 那時候我在打掃那個cabin嘛 我的那個上司就跟我講 妳去幫她找她的孩子 這樣我去找先這樣這個東西 等下我回來再做 她說OK好 結果我找到那個孩子 給回她媽媽收 那個上司就問回我 為什麼妳沒有做我的東西 當時不能像妳現在這樣怪伶仃 不能 那個上司是男的還是女的 她是男的 所以就是討厭比較美麗的女人 不管妳被欺負的話 妳都不能哭 我的前面就是做著一對夫妻 其實他們有看到 就是我的淚其實是在眼睛裡面的 他們就安慰我過來講 沒有什麼事情啦 其實我們遊客都看到妳 很努力的在做妳的東西 不要想太多 所以基本上來講呢 這一行空中服務業 有很多的階級制度 跟很多的東西 妳完全不能頂上級的嘴 我相信妳這段經歷也是夠 殘痛的了的 我的朋友也是在訓練的時候 可是他遇到是跟她同等級的 在serve的時候有顧客就是要可樂 他就拿那個code 入意弄跌 拿起來咬 然後就要開 如果我是那個女的呢 對著那個人開啦 傻啊 這就行了是不是 這個工作比較卑微 從以前就要被欺負 這間公司也不是她的 她根本都不在乎妳要不要做 她就是想把妳弄走 她就覺得樂趣 壓力也很大 就以這個來解壓 我想要了解啦 就是在經歷了 這樣多這樣辛苦的東西 妳的薪金 一個月最低 最高是多少 如果最normal的話 4-5千吧 4-5千 妳才可以離開 這contract是5年 然後妳的bond是 bond 這就是合約限制 所以妳一定要做2年 妳才可以達到最低要求不賠錢 否則妳要把什麼錢賠回去 它是以妳的bond來計算 假設現在妳剩下半年到妳的bond的話 那它就是算那半年的錢 包括妳的training fee啊 妳的uniform啊那些等等 包括妳的薪金 都會扣進去的人 這樣的情況 賠到來可能要10幾千 20千 bond 很大筆的數字 大家不要覺得是我想做空姐 還沒有想好就去做就有價錢 這樣接下來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現在還在看這個影片的話 我知道 妳一定在等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 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從小到大呢 我們都很好奇空姐這個職業 據說呢 報長媒體上面都會這樣子寫 就是空姐這個行業呢 是非常亂水的 就是在 互相的取暖啊 很多交流啊 請問一下呢 真正空姐跟空少 還有飛機師之間呢 是不是亂水的 我覺得這個很個人耶 這樣妳可以聊一下呢 知道的秘密嗎 我也是聽說 但是我還是可以講我自己的經驗 像我自己本身遇過的經驗就是 在一天裡面 我被5個空少問 欸妳可以夜勤嗎 我們有個區是for 這個航空 我們每個人都會去那邊喝酒 當天 5個人 我都知道他們是朋友 我去上廁所 所以就輪流他們在門口 有的在我的位置啊 可能有的就講 哦 不如我們做同一個cad回啊 欸妳要把狗回家啊 類似這種 就是釣你問 要不要一人解 對對對 可惜釣不了 這樣這個是在私底下 物地的時候 對 這樣有沒有飛過去的時候啊 如果是已經outstation的話 其實 還是有很多方式 最基本的 就是當我們在飛機上聊天的時候 可能就會 欸妳要晚上 妳要喝酒嗎 就是最基本的 約炮 開關 對 在每一個航空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大家可以識別的一個東西 據我所知啦 如果妳是一個ok 妳可以 啪啪啪 那妳就可以畫一個 腳車 我們去到酒店 我們check in的話 我們是需要寫我們的名字 電話號 好 妳就可以畫一個腳車 妳在翻那本布置的時候啊 是 妳有沒有看過腳車 有有 我只看過一次啦 可以這樣任人騎 可是我有聽過其他航空 如果妳是ok的話 放一個 rober band 之類的東西 在你門板 基本上空哨都長得人模人樣的 空姐也長得人模人樣 可能大家都不會覺得太奇怪 因為是互相取諾 妳有沒有聽過什麼故事啊 是沒有幾個人在房間裡面的 沒有沒有 多數都是一對一 我遇過這 我是一個後知後覺的人 這個飛機時 暗示很久了 然後我是完全 還搞不清楚狀況 回酒店的時候 她就問 欸 天啊 想問一下妳的房間 看到什麼風景 我的房間看到摩天都沒有 然後很漂亮 像妳有沒有很好奇我房間 可以看到什麼風景 我講 蛤 沒有咧 然後到我的樓我就走了 如果妳講有 她就引外妳去那房間 然後她就在叫我 就跟我說 Hey Kia 妳知道我的房間 有喝酒的Voucher嗎 妳要不要一起喝酒 哦不要囉 明天的Fly很早耶 拜拜 妳那個飛機是有老婆的嗎 單身的 難道每個空姐 空少都沒有 另外半妹 還是有 不過問我的其實都沒有 我有遇過一個 是一Bitch的 不好意思 我只能這樣講 已經在偷吃的 一位空姐 那她偷吃的那個對象 跟我飛同一個Fly 那時候我還是訓練嘛 我還很新 我的這個上司 就有問候 欸 Intira妳最近的FlyOK嗎 就被這個女的看到那個Message 她就以為 那男的跟我投資 我就知道 其實她跟我飛同一個Fly 而且還要飛14天 在海邊有report forFly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一個room meeting 她就進來跟我握手 我就這樣 Hello Hi I'm Intira 然後她叫我來 Sorry Wait I'm Intira 她就 哦 我知道是因為這個男的有跟我講 欸 Intira妳可以幫我講 Message是妳送給我了 我說 我不能幫妳吃 老鼠 整件事情就是 真的有一直在偷吃的空姐 一直有在偷吃的空少 一起 他們兩個人都有各自的另外半 可是他們兩個人互相偷吃 而且他們還偷吃滿久了 不只一組 可能一直不斷的偷吃 一個航空公司 有很多的員工 這些事情都很可能發生 我自己的朋友都跟我講 Intira妳這樣可以打喊頭這麼久 有這樣多帥哥那些 我想 其實那時候我也跟你了嗎 沒有最帥 最帥的是我 其實 贏不贏亂 是看個人 只是她這個機會比較多 因為 去男美女嘛 我又單身 就算不是單身都好 去了那邊的話呢 有時差聯絡不到人 還是什麼都好呢 烏男寡女 甘柴烈火之下 很容易就做錯事情了 反正 她覺得沒有吃虧 所以妳現在呢 有沒有後悔 進入過這個空姐的行業 其實沒有勒 她教會了我很多東西 覺得是個人的歷練啊 妳需要很大的心態 跟很大的心臟去做這份工 我相信大家聽到的也只是很表面的東西 還有更多更辛苦 是妳想像不到實際上的CPR 醫療知識這些啊 工小學 妳現在呢 想要給要做空姐 或者志願想做空姐的人 是我們建議嗎 如果妳們真的覺得妳想 寶寶去試 OK 我覺得妳可以去試 自己本身遇到我想做的 bucket list OK 我覺得可以走了 不過妳要知道就是 當妳在做空姐的時候 妳必須知道妳犧牲的 其實是蠻多東西的 有時間妳就沒有錢 妳有錢妳就沒有錢 像很多季節啊 其實是沒辦法 就是跟家裡人過的 不管妳有什麼節日都好 其實24小時妳需要先拜 她打電話給妳妳就是要去工作 要費喔 其實是蠻傷心的 然後我們有聽過曾經有空姐 她的奶奶就是過世了 然後她沒有給她回 要她把那個飛機做完了 然後她就可以回 有種種的狀況 只是看妳個人能不能承受 當然心經是很高 妳真的是under control 像個軍人一樣 要妳做就做 要妳站就站 其實時差很夠力啊 就是很嚴重到 我的荷爾蒙失調 到最後是 我的身體沒辦法復合 醫生也有講就是 妳不照顧好妳自己身體的話 妳只有賠上妳自己的健康 所以到最後我也是決定就是離子 我記得那時候她的身體狀況 跟她的樣子比現在差很多 很憔悴 然後瘦過現在 真的很像是隨時明天就要走啊 這樣 那記得 如果妳現在如果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妳講真的 妳給我Lafri Lafri是我用過最好的衛生 我真的覺得完美 妳不信妳找Lafri 很多國家都有啊 其實在Flight上面的時候 妳不知道要吃哪一個meal 有Surfmeal的時候 都是有兩個set Either一個是魚 或一個是雞 我們會很擔心 每一個人都拿雞 然後魚剩下一堆 空姐會有一個技巧就是 So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he fish 和 the chicken 所以我們是 Fish 然後小生 所以這就是妳們一些小小的素語啦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Intira的空姐的訪問呢 就到今天 也終於就是滿足了 你們心願 如果這集沒有很多人看的話 我們就決定了 把妳們這些觀眾 全部吊在樹上打 好啦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開小鈴鐺 掰